CBA最贵外援首秀仅得8分,广夏队失守负北控,对于广沙而言,开赛以来的他们是煎熬的,球队的外援不够给力,尤其是在内线没有足够的威胁了,他们迫切想要增加球队内线的深度,于是在跟法里德的商谈中,直接加价到440万美元,这个价格让他们成功获得了法里德的点头,或者也成为了目前薪水最高的外援。 毕竟法里德跟很多外援不一样,上个赛季他还进入了NBA球队的轮换,而且年纪也在当打之年,对于广沙而言,是一个很好的补充,理想是这样的,那么现实呢,在首截还有3分28秒的时候,法里德替补登场,上场之后,很快就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制造杀伤,并且用罚球拿到了自己在CBA的第一分,以边再战,法里德继续得分,桑尼也有篮下得分, 双方逼分紧仰,广沙突然进攻停滞,北控利用这个机会打出了一波高潮,将分差扩大到了两位数。